大家好 我是陳偉強講師 最近特首林鄭月娥宣布完善選舉制度的草案 而這個草案會在14日立法會首讀 這個草案有幾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在地區直選中分10個選區 這個改革是很有必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過去選舉中採取比例代表制 結果有些反對派或港獨的候選人 只要喊一些極端的政治口號 就可以獲得一些選民的支持 而他們的選票不是很多 很多時是兩三萬的選票 所以基本上他們就不能夠代表到大部分市民的心聲 然後他們入到立法會之後 都還是去進行他們的極端的政治活動 就不是真的為了港大市民的福祉服務 現在改了10個區 每個區採取商議席單票制 這個商議席單票制將會影響選舉的政治生態 其實它的優點是好的 因為選出來的候選人或選出來的立法會議員在直選中 票數會比較多而且會比較代表了比較主流的選民的意見 不過我相信將來就算是一些政黨 特別是一些小的政黨 可能就要跟其他政黨去合作 在我們香港大部分的候選人在政治幹部裏面 都未必能夠拿得所有支持者的票 比如舉例 有些候選人可能在深藍那裡是得到很多支持的 但是可能在淺藍那裡就差一點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我相信將來政治生態 基本上只是兩個陣營的對壘 就是建制派和一些所謂非建制派 這兩個陣營我相信他們會找回他們自己的盟友 而組織一些同盟 比如建制派要組織一個大的同盟 然後才有可能推出的候選人在區裏面 吸取到他們自己的陣營 可能是深或者中間或者淺色的支持者 這是我第一個的看法 第二點我們要值得注意 就是在這個選舉裏面 改善了或者改革了選舉的方法或者制度 將來就不容許再投白票或者廢票 而且也不可以煽惑人去不投票 或者不投給某些人 為什麼呢? 因為在過去的選舉裏面 我們叫做反對派常常操控選舉 第一他們就會採取一種所謂棄補的方式 叫某些人不要投票給某些人 結果整個選舉的生態就變得非常不公平 而且鼓勵人去投廢票或者白票 其實也浪費政府的資源 因為在選舉裏面點票的時候 如果你經常點一些廢票白票 其實就花了很多時間 事實上選民不去投票的時候 也都已經表達了他的立場 不需要特意去投一張白票或者廢票 這是第一件事 其實我們覺得是非常好的一個改革 第二件事的改革就是過去就是什麼呢? 就是很多時候去投票的一些長者 其實就要排隊排很久 上一次的區議會選舉 甚至是涉嫌有些人去排隊的時候 就排幾次 所以排幾次就是刻意令到一些長者 長者不可以站很久 我們大家都知道 也不可以等太久 結果有些人刻意去排隊排幾次 令到長者覺得那條龍很長 結果卻步不去投票 現在他們採取一種叫關愛隊的安排 就是一些長者或者有需要的人 其實他們可以優先投票 這是非常好 對於一些行動不便的人都不會影響了 或者剝奪了他選舉的權利 另外一件事其實他是比較好的 就是他接下來會採取一種電子選民登記冊 過去來說 那個選舉你進去投票 裡面的職員就拿著一本 其實可能是印出來的登記冊 然後你投了票他就在那邊畫那條線 很多時候有些選民就說他去到的時候 就不知道什麼名字就已經被人畫了 究竟是誤畫了 還是有些人有心 其實就去剝奪一些人的選舉票 就沒有人知道 採取這個電子選舉登記冊 就希望他將來可以堵塞這個漏洞 這樣就可能確保到 每個人的選舉的權利 就不會因為可能是不畫 或者有些有心人做手腳 然後就失去了選舉的權利 最後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 特區政府也會成立這個諮審會 就會由特首委任一些官員 就會去審候選人的資格 特首最近也聽到很多聲音 聲音就是指這個諮審會基本上就是一些官員 他就說現在會委任一些社會的人士 相對來說就會平衡一些 對於選舉的運作也會暢順一些 我想說的就是這麼多 希望網上的觀眾可以訂閱我們圍爐的YouTube Channel